苦痛热症病例节节攀升 开年的第一个星期病例达到554起 比前个星期多了96起 是去年至今单周病例最多的一个星期 而淡宾尼西地铁站工地更沦为一文滋生的温床 承包商不仅被罚款 还被陆路交通管理局严厉警告 来看记者吴良强的报道 位于淡宾尼四道的淡宾尼西地铁站工地 就在苦痛热症最大黑区里头 陆路交通管理局授寻时证实 环境局在工地找到了一个一文滋生处 据了解承包商CMC Ravenna已被罚款2000元 并记了5分 继分越高的话 绝对对他们下一次投标同样项目的话 受到有一定的阻拦 甚至到不能投标 其他的政府部门也有类似的罚款制度 或者是分数制度 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 之前感染苦痛热症的81名客工已经康复 承包商也已增弹人手 清除工地积水 害虫控制协会则表示 以应环境局要求提前两个月 在全岛进行缩纹面纹行动 往年的话 我们大概是一二月后才进行这个行动 今年就是因为苦痛热症的病例飙升 再加上气候的变化 使得一文滋涨率较快 我们已经在一月头开始进行这个行动了 环境局最新数据显示 全岛骨通热症黑区已增加到108个 其中但病人一道三道四道 以及81街和91街的情况最严重 病例多达206起 环境局表示 骨通热症第二型病毒比例有增加 最新数据显示 超过三分之二的抽样骨通热症病例 是二型病毒 取代了从2013年3月流行的低型病毒 这预示新一轮的疫情可能来袭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